今天是万圣节 小狮蛙、吉娃娃和狐狸猫 打算一起去参加社区举办的 不给糖就导弹活动 你们看 这是我精心设计的海盗装扮 看起来很吓人吧 看起来真的很不错耶 我今年决定打扮成帅气的烹火龙 厉害吧 咦,怎么没看到吉娃娃 我在这里 今年我决定打扮成女巫哦 哇,自身装扮很适合你 我好期待不给糖就导弹的活动 我们赶快出发吧 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不给糖就导弹 狐狸猫、小狮蛙和吉娃娃 拿到了好多糖果 哇哦,我拿到了很多种不同的糖果 有巧克力、水果糖和棒棒糖呢 我拿到的糖果种类和狐狸猫不太一样 除了巧克力之外 还有棉花糖和饼干哦 看起来好好吃哦 正当吉娃娃要把饼干拿起来吃的时候 吉娃娃,你先等等 我突然想到 青年莉莉和麦麦刚好有事情没办法一起来参加 或许可以把我们拿到的糖果和他们分享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 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可以先算算看拿到几种不同的糖果 再依照各种糖果的数量 平分给五个人 狐狸猫、小石蛙和吉娃娃将得到的糖果放在桌上 请问他们总共拿到哪些不同种类的糖果 每种糖果的数量分别是多少 将答案填入下列表格当中 我们总共拿到五种不同的糖果 分别是巧克力十颗 水果糖十五颗 棒棒糖三只 棉花糖十颗 还有饼干七块 太好了 用表格呈现让各种糖果的数量一目了然 那我们要怎么分配这些糖果呢 要把每种糖果都平分给五个人 每个人可以拿到的数量 就会等于糖果的数量除以五 不过如果数量没有办法被五整除 可能会有多出来的糖果 所以我们只要将每种糖果的数量除以五 算出商和余数 就可以知道如何分配糖果了 接下来请你根据小石蛙和狐狸猫的讨论 计算出正确的答案 并完成下面的表格 每个人可以得到巧克力两颗 水果糖三颗 莲花糖两颗 还有饼干一块 那剩下的三只棒棒糖和两块饼干该怎么办呢 我提议 因为我们有三个人 一个人可以拿一只棒棒糖 剩下的两块饼干分给李李和麦麦 赞成 那我们赶快一起来包装糖果吧 三个人将糖果分配好之后 装进礼物袋 再绑上漂亮的蝴蝶结 等着和李李与麦麦分享 观察 观察狐狸猫 小石蛙和吉蛙蛙拿到的糖果 和同学讨论看看 除了用糖果的种类 来分类制作表格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呢 请用你的分类方法 完成下列表格 请在黄色框框中 填入你的分类方法 请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